大家好,我是Stone,欢迎来到今天的这期视频 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好像在摄影当中经常听到的三个词 色温、色调和白平衡 大家应该都是摄影爱好者 不过,为了更好理解色温这个概念 大家今天就都来当一次物理学爱好者吧 在生活当中的一些物体,如果打上一束电子辐射 它会吸收一些,反射一些,再透射一些 无论是你眼睛里看到的光线,还是微波炉用来热饭的微波 它们都是电子辐射 在物理学当中有这么一种物体 在物理学家为了一些方便,排除了它反射的能力和透射的能力 对于外界照射进来的电子辐射,它照单全收,执行不出 在吸收这一点上,它有点像中国古代的神兽匹修 不过它其实又不是匹修 作为一个物体而言,吸收能量之后不可能一直都锁在里面 只要物体的温度高于绝对零度 也就是零下273.15摄氏度 或者说零开尔文 它就会发出黑体辐射 而黑体辐射的颜色呢,又只与黑体的温度有关 这种发出的辐射,它并不是单一颜色的光线 而是在光谱上连续分布的符合光 国际照明委员会,法文缩写CIE 在制定色彩规范时,也认定了几种标准的光源 其中第65标准光源呢,就具有如图所示的这种辐射光谱 和后面虚线所表示的6500开尔文理想黑体辐射光谱相比呢 差距并不是特别的大 也就是说,在大多数情况下 黑体辐射光谱能够比较好的近似物体 由温度而自发发光的相关规律 靠灯丝发热产生光线的灯泡呢 它们也都具有类似于纯黑体的光谱表现 比方说大金老师手上的这只手电筒 光谱呢,就非常的连续 区别就在于,由于它的温度并没有太阳那么高 所以整体的光谱呢,都比较偏向于红光和红外光波段 理想黑体,所发出的黑体辐射 它的一种色彩倾向呢 可以在色彩空间当中用一根线来表示 而这根线有个名字叫做普朗克轨迹 我们可以看到,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说的暖色 它的色温其实都是比较低的 而日常生活中所认为的冷色 它的色温却恰恰都是比较高的 我们常见的一些光源,比方说烛光 在外焰呢,大概是1200开尔文到1500开尔文 我们一般会说是昏黄 而一般家里用的白赤灯泡 它的灯芯温度一般其实高达2700至3200开尔文 发出的光呢,相对烛光而言就更亮,更白一些 我们太阳表面的温度是5778开尔文 刚刚已经说到,任何温度高于绝对零度物体呢,都在发出黑体辐射 人体也不例外 在正常体温下,人体的黑体辐射谱的波峰大概是9500纳米 在远红外波段 当然,物体发光并不止黑体辐射这一种原因 不同的光源呢,有不同的主要发光方式 比方说LED光源呢,靠的就是半桃体的一些特性 它的光谱呢,不再是一个非常连续的光谱 而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几个风 对于摄影爱好者来说呢,我们关心的就是我们摄影时所遇到的光源 它的色彩倾向和物理学定义下理想黑体辐射光谱当中 哪种色温的光源,它的色彩倾向是比较接近的 也就是说,我们关心的其实是一个相对色温的概念 定义完色温之后,我们就可以来探讨白平衡了 如果说在一个纯粹的白光下放一个白色的立方体 我们都可以看出它是白的 接下来就是人和相机不一样的地方 如果我们把它放到一个冷光源下 相机如果没有很好的白平衡算法 它拍到的就是一个偏冷光的白色立方体 或者说是淡蓝色淡青色的立方体 放到暖光下的话,它又会拍到一个偏黄的立方体 但对我们人眼来说,只要我们知道它是个白色立方体 如果我们给出的光线不是特别夸张 我们都会认为它是白色的 也就是说,我们人看一个东西 并不仅仅依靠视网膜上的视感和视水细胞给了我们什么 我们还会根据自己脑海当中曾经的一些经验 来判断这个东西究竟是什么颜色 人的色彩感知真的非常神奇 你现在看到的这张图片呢 只有红色、黑色的灰度 但是呢,由于我们从小都知道天空是蓝色的 在这样一张照片当中 很多人都可以看出蓝色 而当我们面对一些混合复杂的光源时 我们大脑的判断就会变得更加难以预测 互说迷离 这个连鱼群,它到底是蓝色底色、黑色条纹 还是白色底色、金色条纹 如果画面的左下角 没有这个黑白相间的奶牛纹图案的服装呢 除非我们找到原始的拍摄地点 找到原始的拍摄者 我们其实都很难知道这个答案 因为实际的拍摄场景下存在复杂光源 而相机呢,又只能设定对某一种光源的白平衡 就会导致拍摄出的画面呢 很难辨别实际的色彩情况 如果我们针对左下角的这件黑白条纹的服装呢 进行白平衡操作 我们就可以发现 这件衣服,它一定是蓝色底色、黑色条纹的 不同的光源投射在同样的物体上 就会产生不同的颜色倾向 在昏暗的白纸灯下 一个白色的立方体可能就会呈现出暖色调 对数码相机而言 如果我们想在白赤灯的照明下 还原一个物体在标准的日光下的色彩情况 我们就可以设置一个低色温的白平衡 来让相机帮我们减少暖光的倾向 增加冷光的倾向 而相反的,可以设置一个高色温的白平衡 来减少它的冷光倾向 增加暖光倾向 白平衡不仅可以用来更精确的还原 人所看见的色彩 它也可以用来烘托一些独特的氛围 在数码相机上比较容易的事情 在胶片时代就比较难做 首先你要购买一个符合你使用场景的胶卷 然后呢 你还要根据胶卷上的相关说明 来选择绿光片 需要注意的是 使用绿光片的时候呢 都会损失一定的进光量 所以胶卷的ISO值 也会相应的发生一些下降 如果不按照这些正常的流程操作 就会拍到一些严重偏色的照片 而除了理想黑体外 其他的发光体 也会有同样的色彩倾向 如果我们要更好的 更精确的表达这种色彩形象 我们就会垂直于普朗克轨迹 再画出一根线 这根线就是等相对色温线 在相机菜单当中的AB轴 它对应呢 就是色温的一个调节 而在相机色单当中的GM轴 它对应的概念呢 就是色调的一个调整 好了 本期视频就是这样 记得留意置顶评论 看看有没有刊物和更正 也可以扫描这个二维码 去看更完整的参考文献列表 和推荐的拓展阅读列表 感谢你的点赞 投逼 收藏 转发 也可以随手关注 让我们交个朋友 每个月我都会带来一期 摄影相关的科普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